歡迎大家回到1987 他是屎皮 他是9B 今天又是 我想長知識系列啦 喜歡我想長知識影片的 記得在下面按個喜歡喔 然後也要訂閱 才不會錯過之後的影片喔 今天要來介紹 大家應該都看過的東西 叫做 大家或多或少 應該都看過這個東西 或是身邊的朋友 應該都會用過 那我們今天就來了解 它背後的機制 是怎麼運作的 它存在的目的 沒問題 其實在很久很久以前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記得 就是在十幾年前吧 我們在用一些網站的時候 像是註冊會員 或是填表單 都會有一個 很奇怪的圖片 裡面有非常扭曲的文字 要你寫說那是什麼東西 可能是英文字或者是數字 對 然後都會很變形 根本看不出來什麼東西 那早期的這種驗證機制啊 真的是非常的煩人 因為它都被扭曲成 根本人類都看不懂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叫它 CAPTCHA 沒錯 那其實從以前到現在啊 這十幾二十年 CAPTCHA其實有經過很多的演變 到現在 從以前那些可能是後面 可能加背景一條線 或是扭曲的形狀 到現在其實是門牌啊 或是紅綠燈 暗圖片那種方式 那這個CAPTCHA到底是什麼呢 那它背後原理又是什麼 CAPTCHA它的全名其實是 完全自動化的公開圖靈測試 為了測試分別人類和機器 為了CAPTCHA就是一個字 它是現在應該已經變一個字了吧 對 它是一個字 但它其實是縮型 它展開就是這麼長一串子 那大家聽到圖靈測試 可能覺得很深 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其實它後面就講完了 圖靈測試其實就是 分辨人類和機器的一個測試方法 那我們為什麼要區別人類跟機器人呢 很簡單 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我們就再也買不到票了 我猜大家或多或少都有 搶不到票的經驗 像是演唱會的門票 或是火車票 高鐵票 我們在買這些票的時候 都會發現這樣的一個欄位 就是要把它輸入驗證碼 或是CAPTCHA 或是讓你勾選圖片 這都是證明你是人類 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那機器人就可以在瞬間 可能是幾個微秒的時間內 就可以把票全部搶光 現在的那個CAPTCHA越來越延伸 有一些是直接問說在MV裡面有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不算是CAPTCHA 有點概念在 對 那個也是為了區別人類跟黃牛 所以這樣就不叫CAPTCHA 對 那個不叫CAPTCHA 因為CAPTCHA要Completely Automated 前面那個CA 一定要是隨機創造出來的嘛 對 對 對 而且你那個有點像是 不是區分人類跟機器人 變成區分真的粉絲跟黃牛 嗯 所以這樣就叫CAPTCHA 這樣也算是同一個概念 但是嚴格來說不是CAPTCHA 那除了售票以外啊 其實線上問卷調查 也是可以利用CAPTCHA的好時機 因為如果問卷有CAPTCHA機制的話 我們就可以防止有心人士 一次可以提交上萬份 上百萬份的問卷結果 那這樣調查是不是就沒有意義了 那CAPTCHA除了我們所說的 這兩個功能以外啊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ReCAPTCHA它的功能 差別啦 ReCAPTCHA是CAPTCHA的一個 特殊實作的版本 那它另外一個好處呢 就可以把一些書籍數位化 不知道你有沒有用過ReCAPTCHA 之前的ReCAPTCHA其實是 一次顯示兩個字 然後第一個字呢 可能是電腦已經讀懂的字 第二個字是電腦不懂的字 嗯 它可以藉由你有沒有正確回答 左邊那個已經知道的字 去判斷說 欸 你這個人是不是認真在回答問題 嗯 如果是的話 我就可能有一定的機率相信 你第二個字也是答對的 可是我印象到現在都叫ReCAPTCHA 對對對 ReCAPTCHA就是CAPTCHA當中最有名的 嗯 所以ReCAPTCHA一開始其實是由 卡內基美容大學的一群人 這些人 去研發出來的 那它的一個好處 一個目的 就是為了要數位化這些 很難被數位化的書籍 你剛剛提到的卡內基大學 是不是在資工領域裡面 算是很頂尖的大學 可能就是全世界前三 那他們一開始的計畫呢 就是數位化這個紐約時報的 New York Times 讓全世界在回答這些 ReCAPTCHA問題的時候 順便幫忙 這些數位化 對 那ReCAPTCHA呢 又經過了好幾年的演變 大概十年左右 到現在2020年 其實我們都知道 我們現在不需要回答什麼字了 對不對 對啊 就直接打勾 那有時候打勾會跳出 一連串的問題 有時候又不會跳 對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 它打勾的瞬間呢 它是去判斷說 你到底有沒有像機器人 如果它覺得你像機器人 它就會再多問你問題 比如說下列何者 讀電章中有餘跟 有真心到 沒錯 哪些是招牌 那些都有招牌 對 那如果它覺得你像人類 它就不會再繼續問你這些問題 所以我真的很常不叫人類 電章會叫它很常 哦哦 對啊 真的假的 我其實真的蠻不常的 你知道它是什麼判斷嗎 它其實是綜合你所有的使用行為 包含你 這樣它可以讀取很多隱私的資料的感覺 可是你本來上網就是在給這些資料 不然你點擊按鈕我怎麼知道你點擊 但是它的演算法也不會完全公開說 我是用哪些方法去探測 這只是我的一個猜想 大家的一個猜想 如果它全部公布出來 那不就是電器人可以模底嗎 這是沒有公開的 完整的演算法絕對不是公開的 所以現在是隸屬於誰的 ReCAPTCHA呢 一開始是凱亦晉美容大學的 後來2009年的9月 被Google這家公司買走 這家公司啊 對 這是這家公司 這樣的話這件事情是你可以講的嗎 對 可以 所以ReCAPTCHA到後來呢 我們又稱作No CAPTCHA No CAPTCHA 因為它再也不需要修復東西 不是吧 可是我還是看到ReCAPTCHA 就是他們一個願景 就是我不需要再證明我是不是人類 它已經從我的背景的行為 去判斷我是不是人類了 可是我覺得 他們還是想要幫忙 就是人類來幫忙 他們解決一些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都是接近 對啊 那就可能跟什麼 AI 為什麼都是招牌 紅綠燈 街景 人行道 行人 都是跟Google Maps 還有啊 我為什麼要知道它是街景 為什麼要知道它是紅綠燈 為什麼要知道這邊有新人 那邊有新人穿越道 這邊是電子招牌 那個吧 就是 自駕車 沒錯 就是自駕技術 自駕駛 當然這是猜測 沒有人證實過 那大家看到這裡 是不是知道ReCAPTCHA 還有我不是機器人 它背後運作的原理 還有它存在的目的呢 長知識了嗎 長知識了呢 那對這一集的 我想長知識 有什麼疑問都可以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按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 按小鈴鐺 耶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拜拜 他是TEST ENGINEER 我們中文會叫他 測試工程師 那你知道測試工程是在幹嘛嗎 我其實不太會分 跟QA的部門差在哪裡 QA其實是我們下一個要介紹的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下一個 第四個 QA QA呢 它的全名叫做 Quality Assurance 翻證中文我們會叫它 平保